哈喽大家好 这个好开始 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在ArchicConf HL上去做这么一个分享 我叫黄东旭 是PinkApp的联合创始人跟CTO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分享题目 叫In Community We Trust 其实同这个标题 大家也知道是来去聊一个 关于这个Open Source 跟Community的一个话题 然后其实最近 看到这个题目 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心意笑 可能有同学也读过 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就叫这个题目 没错 其实今天这个分享 是跟那个文章还有一些关系 然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 去聊一聊那篇文章里面 其实那篇文章主要是去总结了一下 我最近对于这几年吧 对于这个运营开 这个开源社区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心得 和背后的一些逻辑 然后本身因为PinkApp 也是一个这个做开源软件的公司 然后也在进行这个这个就商业化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也算是一些实践 对 首先在介绍这个这个今天topic之前 因为有些小伙伴可能还不知道PinkApp 但是我相信应该在做的主要在国内做开源的这个小伙伴应该大多数都知道 但是Incase我还是可能花一两句介绍一下 PinkApp是一个这个分布式数据库的一个公司 然后它主要产品叫TIDB TIDB 是一个开源的新一代的分布式的关系数据库 然后简单来说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更分布式更大 然后的这个用起来跟MySQL几乎一样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 对 就是反正还挺流行的 因为本身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它的社区也也非常活跃 包括用户的这个社区也非常活跃 就对 应该我相信也不用太多介绍 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座的很多听众也是TIDB的用户了 对 这是我们的这些这些一部分的一些用户的一个包括客户的一些列表吧 对这个其实也是得益于开源的这个模式 然后让这个软件本身的这个推广和这个传播速度变得非常快 所以短短的在差不多从公司刚成立开始写的B行代码到现在大概才六年的这个时间 然后已经基本上在这种在全球范围内这个赛道里面应该是跑的最好的公司之一吧 对 因为我刚才介绍一下我是CTO 平时可能主要也是在一些技术和产品方面工作在这块 但今天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个关于tech的一个分享 就是其实我在tech的这个分享对这块也挺多的 所以有兴趣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 但今天并不是一个这个这个产品的和技术的一个分享 然后主要是想去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背后 关于这个开源和社区生态的一些一些看法 所以in case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tech的项目是是叫什么项目 然后这只是这他的这个repo也欢迎这个感兴趣的同学朋友去加入我们的社区 所以今天就刚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今天讲讲背后的这个逻辑 然后为什么pin cap是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要去坚持这个开源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呃这些选择 然后让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对呃其实我觉得在在去聊 泰地币或者pin cap的社区运营之前 呃我想跟大家聊聊到底这个开源软件真正 它的力量的源泉其实来自于哪 其实呃就像大家这个这个能达成的共识一样 就是开源并不等于圆满开放 那如果不等于的话哪一部分不等于 我觉得其实这个生态和这个这个社区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differentiator是吧 所以生态再往下问一层 为什么生态是他的这个会或者说 为什么社区是核心竞争力呢 其实这里面就聊会聊到一个网络效应 就是网络效应这个词我相信绝大多数人 应该都不会都不会陌生 然后尤其是做这种2C端产品 尤其像什么IM或者说社交网络是吧 这个这个其实都是在依靠这个网络效应来去变成整个这个网络效应其实都觉得很简单 就是在一个网络里边使用的人越多进入这个网络人越多 对本身这个网络的价值给每个人带来价值会更大 是吧 这个就是网络效应 比如说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话 电话的网络是吧 当一个电话的发明出来 如果全世界接入这个电话网络只有两个人 那其实没有什么用 是吧 因为你你作为这个网络里边的用户 你永远只能打给另外一个人 但是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网络有100万个人 那我可以任意去 所以每加入一个人对现有的这个网络里边的人 每一个人的价值其实提升了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网络效应的例子 包括像微信啊QQ啊这些其实都一样 嗯 对 那么其实在网络效应对于这个基础软件 它有什么意义 就是过去我们其实聊这个网络效应 大多数都是在聊这个 这个这个2C端的一些一些 比如说一些应用啊APP啊IM啊 视角网络啊这些效应 但是对基础软件 它的意义在在哪 是吧 为什么网络效应对于这个Infrastructure Software 是这么的重要 因为我我个人觉得有两点假设吧 就是嗯 对于数据库也好 操作系统也好 这种这种这种基础软件产品 它的底层逻辑是 这种软件是被用出来的 它并不是几个天才程序员 这个哎 这个这个灵光一闪 写了一个一个程序写出来 它是被用出来 所以用出来这个东西 就隐含着一个推推论 或者一个假想 就是嗯 用的人越多 他对这个产品的polish 其实是越多的是吧 然后他不是一个这个这个 而且这个这个假设 他会带来另外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推论 就是说因为它是被用出来的 不是被写出来的 因为写出来这个事情其实带暗含着一个静态的一个观点 再去看待这个软件 所以真正的这类软件的核心竞争力 其实在于这个软件 多长时间会去迭代自己 会去进化自己的这个这个速度 是吧 比如今天你看到一个bug 如果这个软件使用的人足够多 那很很很自然的一个一个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个bug的人 是吧 一定还有社区其他人遇到了这个bug 然后一定会在这个里面 有一定比例的人说 哎 这个我会帮你去修改 我知道有能力去帮你修改 所以当你这个网络变大的时候 那比如说这个转换率 如果是1% 那如果你有1万个用户 那相当于有一百个人 有这样的能力去帮你去修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会直接带来这个东西的 这个进化速度和这个 这个就修bug的速度是吧 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 对于这个这个技术软件来说 你很难说拉平去看这个瞬间 比如说这个数据库 跟那个数据库去对比 一旦去做这种 包括性能功能的这种对比 在当下 你其实就是在放弃一个用迭代的眼光 来去看待软件的一个视角 对吧 就是说你现在看 他这个快一点 这个慢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 怎么去纵向的看一个软件 他自己的这个进化速度 可能这是更重要的 比如说虽然这个软件 现在A软件跟B软件比 他的性能可能差一些 但是A软件的进化速度特别快 比如像Kubernetes是吧 这个这个一个月一个样 那可能到下个月的时候 这个这个东西 他的性能就会比他要强 所以这是这也还比较好理解吧 对 所以在这个里边 我仔细去想了一下 如果是这个效应的话 如果是这个假设的话 那网络效应跟这种基础软件叠加在一起 他会给基础软件本身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总结来说大概我觉得三点价值 第一点就是 比如说就像这个可控的风险 稳定性这种事情 是吧 你走的路 一条路走的人多了 他自然就形成了路 是吧 就是你永远相信你不是第一个踩坑的人 刚才我其实也提到 这一定会有人闪入坑 一定会有人踩了这个坑 再把它这个fix掉 第二个就是 一定会有人从岔路开始走 慢慢的走出一条一条路 是吧 新的场景 新的使用的方法 当你有一万个用户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万种用法 是吧 这个这一万种用法里面 maybe可能没有一百种是make sense的 这可能是创始人 或者说这个项目的研发团队 没有想到的是吧 只要有一个人发现了这种场景 贡献出来 他就是变会变成这个 这个网络的一些积累 第三点就是 无数人在上面吐槽 他一定会吐槽 吐的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用 你说我这地方真的不好用 真的不好用 真的不好用 那一定会有人说 那行吧 那这个确实不好用 那我就把它改掉吧 有可能是这个创始团队 也有可能是几个这个非常不爽的人 工程师是吧 所以其实网络效应 无数双眼睛去盯着这个开源软件 他能给这个基础软件带来这几个 这个特点 正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对于这个网络效应 他的就是说怎么在这个开源社区里面 制造这个网络效应呢 我我这边其实稍微提到两种吧 就是跟开源相关的这个网络效应 我在这篇文章里写了大概两种 一种是基于这种虫种 比如说你是个新技术 然后看到一些这个微博大V 或者说一些社区的这个网红 或者说一些技术文章 说这个这个东西很火 这个这个这个 很多人其实为了凸显自己的这个技术前瞻性 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就开始使用 这个 其实这种 这种网络效应造成的网络效应 它其实有个问题 就是它 比如说如果大家是因为这个东西 是从中心里去用 那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之前带路的几个大V如果跑了 或者说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是 这个这个 兴趣转移了 那其实像这种构建的这个这个这个网络 其实是很容易崩塌的 是吧 所以第二种就是基于信仰 真的是这个 比如说哎 我相信这个开软件 或者说相信这个分布系统是未来 基于信仰的这种 就一个很很简单 就是宗教是吧 这个信仰共产主义 或者说信仰这个宗教是吧 这个是 这种是比较牢固的 所以其实最 我觉得最高级的 对于软件产品的这个这个 麻烦这段 稍微帮我捡一种一种网络效应 所以一般我我我个人觉得做软件的社区的这个这个这个如果你要去出发这个这个网络效应的话 尽量的一开始会从这种承重者比如说找几个大V帮你去站台 慢慢的要去把你的理念变成这个让更多人去相信他 基于信仰就像这个基于信仰的这种这种构造成的这个这个这个网络效应是非常牢固的 对 好第二个这个这个话题是关于三天文章里面我也讨论了一下 就是没有展开 关于社区的生命周期 其实这个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在 有感觉 但是从这从来没有去深深刻的思考过哎一个社区从他诞生到他的消亡 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一个客观规律 就像人一样这个人总是会有这个生生老病死是吧 就是说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之前其实稍微去总结了一下关于社区的这个 他也是有生生命的对这个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时刻才是一个open source社区诞生的时刻 其实很多人觉得哎我是不是把这个这个代码开源出来放了github上一点这个这个上传哎这个这个这个他在上面 这是他开始的时刻吗 不是呃还是说你开始写代码的那一刻是这个开始的时刻 我觉得也不是呃我个人的一个比较倾向的定义就是 当你这个项目因为因为其实不是说所有的开源软件都有社区的呃 而且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绝大多数的开源软件没有社区 对吧这个如果从绝对数量来说那一定是的 所以社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定义就是如果开始有第三方给你这个东西做公显 啊不管是这个这个提交一个代码啊或者说提交一个issue 或者说在有人在去跟你发生超越代码或者说超越你自己跟这个代码之间的这个这个交互 有第三方在去跟你发生交互的时候 其实这个才是社区诞生的时刻 所以这个为什么这点如此的重要就是有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忽略了就是比如说这就为什么有很多这个公司觉得哎我我就是source open是吧这个就把代码这个开源出去了呃我就自然就有社区了其实并不是呃我觉得这个这里边有一点就是在尤其是一个项目开始或者想去做这个开源或者做社区的时候 早期的重点一定是去更多的促进就是第三方对于这个项目的反馈 就是说不一定是写写PR就是你写PR稿没有问题你让更多人做广告没有问题 但是呢这个公众告你怎么去衡量这个结果啊那一定是真正对这个项目有reaction 有很多人看过了我觉得我不知道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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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锁我也找不到人跟我去聊那其实这个这个他是没有社区的 所以我觉得早期的运营一定是从这些地方去出使这些第三者跟你发生reaction啊这个其实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即使是听到别人对你这个东西吐槽或者说这个这个评价或者说反馈自己的意见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都是超出代码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嗯然后就这这块红欧这本书我觉得相信这个有很多人都看过啊啊 其实我我我之前就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曲线 这是这个然后我们去看了一下开源软件他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客观规律啊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技术的这个就开源软件或者说开源软件他的载体肯定也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是吧就比如说我们做数据库的数据库这个这个东西从特别新一代的数据库他从新到成熟中间肯定是有一个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这个新技术的采用曲线是吧在这个欢迎红沟里面其实有一个断层就是说在早期跟那个他变成一个minor majority的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是有个断层的就是很多当你产品又不成熟然后在这个早期的梦想家天天在疲于奔命的去回答各种各样的这个用户的问题因为早期产品不成熟嘛这个这个东西开始有一拨人去把它节奏带起来了以后有很多人来用一发现我靠这工具真的不好用那这时候有很多人就跑了然后这个转化率一直上不去是吧因为很很难用不易用客户成功的case特别少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项目的创始人或者说这个这个没有坚持下去是吧这个这个我觉得就天天被被递死说你好这东西怎么怎么这么这么难用之类的可能很多人就死在这个这个上面了如果没有死坚持下去他也没有增长但是对于这个项目的主创或者说这个创始团队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个阶段你没看不到任何增长天天这个被客户抱怨 用户抱怨第三你可能这个社区还没有运转起来的时候能够参与这个社区的这个contribution的人也没有多少啊这就是会造成绝大多数我觉得早期的创始项目死掉可能死在这个阶段就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其实我也是要这个当时我就截了一下图就是大家看到大概在2018年到2020年差不多长达两年的时间 泰地币其实是他的这个是那个百度指数啊其实没有增长大概这个趋势是平的然后当时看我靠就挺绝望的是吧这个这个这个两年也没什么增长然后很慢是吧 然后当时我然后我把Kubernetes那个曲线一拉出来一看哦我就释然了确实Kubernetes这个也经历了这么一个一个没有增长同时很不稳定的这个阶段你很好理解很好理解所以当时我觉得哎这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对于一个早期的技术来说那如果你熬过了这段这段这段时间哎成为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主流的一个 早期主流的技术以后迎接你的一定是一个一个爆发所以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给很多开源社区的运营者的这个这个打打气就是说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呃必然当你这个软件在你会发现很痛苦有大概一年到两年时间非常痛苦呃没有增长然后但是希望之波就在后面只要熬过去是吧对 但前提是你这个这个东西必须得是有价值的东西你必须得从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吐槽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这个闪光点 然后社区的终局是什么是吧社区的终局是什么其实嗯有很多其实终局倒是我我建的这种项目的终局还挺多的比如说OpenStack是吧我个人觉得OpenStack现在正好是处于一个这个 这个暮年的开源软件项目因为新一代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哦同样的虚拟化技术容器或者说基于Kubernetes这样的这个技术呃可能是一个这个更代表未来的一个技术方向啊所以相对应的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哎呀是不是OpenStack这个东西其实比较嗯是吧就在这个社区里面其实他是在走走这个下坡路的这个下坡路的一个特点是在于 当你开始去怎么说呢有很多但如果大家看以这个OpenStack为这个这个例子来说在他黄金的期间其实有无数的公司是在在去争夺他的这个东西的话语权再去呃基于他上面赚钱是吧然后这边一定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项目谁说的算是吧 如果早期只是一个公司在去控制着一个一个像比如说Kubernetes是吧早期假设最早他就是那个Google的项目如果Google没有成立CNCF没有去把这个这个Kubernetes变成一个这个Pure的这个基金会的项目那他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东西Google的我我这个也也不想跟你贡献是吧我给你贡献了以后你这个就是 我感觉好像在给你Google打工一样的这种这种感觉虽然给Google打工也还行啊啊但是不发工资那就不行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大家如果开始去思考啊如果这个软件是不是一个就是我能不能在这个上面获取利益而且我的contribution到底给我能够带来什么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或者说去思考governance这些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其实是这个这个一个 不错的开端啊所以后期其实很多项目在基金会里边这个也是因为成熟到一定阶段然后大家开始觉得这个利益分配出现了问题然后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归宿吧对于一个开业软件一个开业软件社区就是他合并到某个基金会或者说这个软件自己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这个中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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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开业软件啊 从诞生一直到到最后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路径吧对 呃另外一个经常被反正我在经常在各种各种各种各样的场合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都开业了怎么赚钱是吧这个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是吧这个PinkApp也不是做这个NGO的组织也不是慈善机构 我们也是要赚钱的他首先是一个公司公司就是要赚钱 嗯那你就会发现当你在运营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时候内部必然会有一个矛盾就是做社区的 感觉像是挡着了这个比如说我对我的销售团队今天你给我去 你的cota是一个亿你给我去这个挣钱去 然后这个销售就会说哭哎呀这个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社区用户 他们又不让我收割这个是吧这个你都这个看人做这么好 这个东西这么好用那这个大家反正用了也没什么不爽的就不给钱 那这个是吧这必然会因为最好想的就是哎这个另外这个团队 开源社区的这个团队运营团队你们你们不能做这么好对吧 嗯其实在这个问题在在PinkApp内部早期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挺突出的一个矛盾 就是我们想尽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办法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源这件事情 如果你想从这个币源这件事情上去赚钱 嗯就一般来说过去大家去思考一个软件的商业模式 就是比如说买license或者一个币源软件 说给你一个这个这个软件多少多少钱 一个license多少钱 这种其实一直如果仔细去思考的话 相当于我们是在用信息的不对称 比如说这个这个圆码的控制力控制权在我手上 然后这个你也不知道这个反正就是个黑盒 就是他再去利用这个信息的不对称在挣钱 对吧 厂商赌的是你做不出来这个东西的控制力控制权在我手上 因为代码在我手上是吧 这个相当于是在利用一个信息的一个信息差来去来去获取这个利润 但是开源反而反过来 因为开源其实相信这个transparency 就是我的我的出发点就是让你去能够去 你去上面去能用你这个在原本面前没有秘密 这个这个你去是包括像一些阿帕奇或MIT这样的license 其实是甚至去不会去这个阻碍你的这个商业用途 所以本质上来说如果想要去利用这种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来去挣钱的商业模式 在开源软件这边其实是跟他底层的这个这个指导方针是背离的 所以一个好的开源软件公司或者说开源软件产品 他的商业模式必然是跟开源没有关系的 是吧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呃大家好好去理解这一句话 你想Red Hat红帽 他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来说是卖卖服务 服务的本质是什么保险对吧 所以卖保险跟开源没什么关系 even这个这个甚至那个甚至红帽的企业版的这个特性 比开源的特性是更少的 因为他他永远落后社区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是吧 所以我我个人在pink cap内部的一个实践就是说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一种方式能够去 第一让大家在同一个方向上去去去做 并不能说哎商业这边你说你你不能开源 然后这个社区这边说我就是要开源 那那没法搞了是吧 首先要达成一个共识 这共识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都是希望这个这个用户能够取得用户的成功 是吧因为你想去收钱 你这个用户用了你软件 这个没让他生活变得更好 没让他省成本 没让他这个创造更好的利润 那其实反正你也收不到钱是吧 不管你开源必源 对于这个生态或者社区来说 用户如果用的不好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去帮你做二次传播 是吧就是如果这个这个软件全是坑 这个用户一点都不喜欢 那你其实很难去去去持续的打模拟产品 让更多人去制造网络效应 对吧所以其实在这个层面上 商业和这个这个社区其实是统一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这个点 就是这两边能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我在这个这个客户的成功上 我一定要去去去去去打 所以这点共识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就是最后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你要叫商业模式 那你相当于要不就给用户省钱 要不就给用户创造价值 是吧 这两者都是勾引在客户成功上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你想要去运营商业化 同时又要去这个这个这个做开源的这种模式的一个一个组织来说 你必然会经历像pingcap早期的那样的这种分裂的状态 但现在我觉得融合的还挺好的 就是但所有的这些指标的设计和这个大家的方向 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就是说目标是要去打胜仗 是吧 所以在这个这个这个解法里面 其实对于社区团队的要求 其实就只要稍微调整一个点 就是说社区的用户对于产品的在特定的制装场景下的打磨 其实是更重要的 是吧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在一些场景下 比如说这个scalable的一种RTP的场景下 我这么多的这个社区用户去使用了以后 能不能给这个产品带来更多的一些一些反馈 或者说能让这个产品呃见多识广 是吧 能不能这个这些反馈能让这个产品变得更好 而并不是说大家用了就用了 第二个就是像刚才我说的 一定会有人在旁边走出小路 社区团队就要去去搜集 去看到这些小路上有没有能够去这个 拿到更多的这种制胜的一个场景 这两点其实相当于你可以认为这个商业组织是这个社区的下游 他再去这边我有个比喻叫这个这个种地和做菜 是吧 这个社区的团队可能是种地的 然后那个商业化团队其实做菜的 是吧 客户是为了菜买单 而不是为了这个土地里的这个这个原料买单 这个点我觉得是是要要清楚的 所以对其实这刚才其实有个很自然的一个点 就是刚才我没有聊商业模式 我们的商业模式 其实这几个都是一个mindset 或者说在团队管理中间的一些一些一些metric 或者说一些一些目标制定的 但这个不是商业模式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pingcap这件事情在在10年前20年前做 我可以做很完美的开源社区 我可以做很完美的产品 但是呢 我是没有办法规模化的变现的 是吧 如果如果大家去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蒙古DB 蒙古DB很成功吧 很成功的一个开源软件的这个这个数据库 但是在蒙古DB 其实在即使全世界 我觉得开发者不知道蒙古DB的人 可能也没有太多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软件 但其实如果去看早期蒙古DB的这个 他刚上市的时候的财报 说实话 他的这个估值股价 还有他的这个 就是增速吧 其实是 是大家知道 他一开始上市才才多少 20亿美金吧 对 为什么现在蒙古DB一看 哇塞 100多亿200亿美金 为什么这个这两年涨这么火 Snowflake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上市大概一年 一年时间 最高点可能都要1000亿美金去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这背后我觉得是 唯一 这game changer是cloud cloud其实是 过去其实开源软件 就像刚才说的 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商业化跟可规模化变现 跟开源本身的这个本质的矛盾性 是吧 就是信息不对称 过去的因为过去的软件的盈利模式 通过信息不对称来就挣钱 但云上不是 云上的模式其实很巧妙的 规避掉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靠信息不对称这件事情 其实在云上就是服务 而且这个服务很巧 就是它是规模化的 因为你通过云 云底层是很标准的东西 就像酒店一样 住酒店一样 你你不用说 哎我每次去出差在一个地方 我先买一套房子 是吧 这个你去出差 肯定是这个这个租个房子就ok了 你不用去买个房 所以云其实是在 fundamentally的去改变一个软件的交付的方式 以及用户去去给钱的模式 是吧 我我现在比如说 我再举个例子 就像做菜 就是干还是做菜那个例子 就在云上 其实更像是我去饭店吃饭 我掏钱 我花钱买的是整个吃饭的这个体验 而并不是说 哎我这个菜的原料 ABC多少多少钱加起来给你 啊并不是 所以这这点 刚刚我说到就是 嗯 一个成功的开源软件公司的商业模式 必然是跟这个开源没有关系的 云其实跟开源没有关系 是吧 云上的商业模式 这像刚才说的 用户付钱买的 其实是整个end to end的这个service的体验 并不是cloud 并不是这个软件本身 啊 这叫为什么snowflake这么值钱 对 所以 所以本上来说就是大家会经常说 哎 snowflake这么这么挣钱 他是不是因为他是币元软件挣钱 no 大家去看databrex啊 这个估值现在也很高 这个几百亿美金件事 对吧 人家就是开源软件 spark 对吧 所以 这点是说 在云上他的商业模式 其实是跟这个开源不开源没有关系的 啊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模式 好 这个第二个part就是 我想以tidyb这个这个这个社区的运营作为一个例子 然后去 怎么去match前面说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tidyb的一个目标 是吧 他的社区的一个目标什么呢 人尽其才 其实这这句话 这个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去思考一下 什么叫人尽其才 对吧 所以而且怎么去评价优质 一个社区好还是不好 这样说tidyb的社区运营的还不错 怎么去定义不错 怎么去量化不错 我们是有定义的 首先我们会去 我们定义的优势优势场 因为优势场景其实是说 你不可能设计一个银弹 不可能说所有的场景你都OK 是吧 这个这个在我们用上用上tidyb的这个优质场景里边 加上这个对外产生更多的连接 其实这是我们的定义的一个优质 所以其实刚刚那个公司稍微展开一下 就是说在一个目标场景或者优势场景下 拥有绝对竞争力产品作为根基 然后运营体系这个关注的点是强大的自传播能力 自传播 自己传播自己 不要我们天天去那个什么用户自己口口相传 第三群众话 所以其实这是品牌跟运营是一个闭环 然后根基是产品 其实如果要去做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开软件或者一个开 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本质是产品 产品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其实会说这个这个 回答这几个问题的关键是产品 比如说你是谁 这是什么 你不能说我运营社区运营特别 这个招数特别好 但是我的产品没有产品 那不太现实是吧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要用 是吧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当其实这三个问题构成了一个漏斗 就是说你是谁的问题 跟我为什么要用的问题 跟这个这个为什么要去contribution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 如果能回答出这三个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这个社区 跟你的产品自然就能运运转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要用 这个是一个 刚刚其实我说这个产品是核心 为什么要用 解决了什么问题 它其实更深层次是这个这个解决了什么问题 是吧 如果我不解决任何问题 那我根本没必要用 是吧 解决了什么问题 其实再往深层次去这个去问一下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其实回归到每个人的人性 就是说 我解决问题一定是给我带来好处 是吧 这个好处什么呢 升职加薪 或者说这个名利双收 对吧 名和利 解决了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里面的关键 其实是说你这个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决这种问题 我觉得有两个关键 第一就是 刚才我说 不可能有一个东西能够包自百病 是吧 优质场景 其实是解决什么问题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这个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 那你就相当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优势场景 第二就是在优势场景下要好用 你不能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我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这个对吧 其实很好理解 所以为什么 这我稍微展开一下这两个点 一个是优质场景的重要性 就是说优质场景其实是就像刚才说的 比如Redis 我们一想到Redis 分布是缓存 这个这个这个memory memory的缓存速度很快 是吧 但是不会有人去拿Redis来去作为 这个relational database来去用 也不可能说拿它来去做这个银行账户的这个核心之类的 它就是缓存 而且它在它的缓存这个这个优势场景里 做得非常好 非常牛逼是吧 包括Elast D-search 全文检索啊 很厉害 MongoDB NoSQL 是吧 所以 优势场景其实是 很重要的 就是说 它决定了你在用户心目中的 比如说 因为我其实经常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用户在去选择一个开软件的时候 它在做选择之前心里是就做了决定 是吧 比如说你拿着三种东西过来对比的时候 你内心一定是有倾向的 这个倾向 不管怎么样 它一定是在 比如说举个很好 它它 这个倾向有可能是不理智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说 可能 对啊 就是 这个Postgres 有可能是一个从技术架构上 做得比MySQL更好的一个数据库 但这个 我说以前的版本啊 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综合来去看 MySQL是拥有更大的这个community user community 是吧 为什么 所以这个里面其实 大家判断不一定是完全纯粹出于技术的角度 有可能它社区生态 或者说用的人更多 在style flow上有更多的这个这个message 都ok 所以不仅是一个技术 对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好用 好用其实是经常被这个做社区做产品的人忽略的一个问题 就是 尤其是现代的开源软件啊 这个这个 其实好用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其实好用决定了这个 因为如果把整个用户的使用开源软件的生命周期 或者在社区里面参与的生命周期 把它看成个漏斗的话 好用其实是决定了每一层这个漏斗的转化率 是吧 你发现你安装一下 我靠花了三天 那算了 这个下一步我都不想走了 这个这个人可能就流失掉了 因为你又不是他老板 你不能说你必须得给我用 对啊 凭什么呀 是吧 所以 医用性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 同时又被很多的社区或者说一些技术人员忽略的这些点 而且我我自己其实在在公司内部经常说 哎 好用 它是一个感觉 怎么去定义好用 谁来去评价好用 怎么去量化 而且在同样领域 你做这个产品里边世界最好用 目前来说最好用的产品 你觉得是哪一个 对吧 组织内部有没有人为好用这件事情负责 是吧 呃 所以我觉得 现代的开源软件公司吧 就包括在云上 为什么这个云的这个模式 它的这个 这个这么好 是吧 其实很重要一点 就是云其实把底层的这个 难用的地方都隐藏掉了 对用户来说是一个非常easy of use的一个这个interface 这样图其实就是 呃 一个数据库的这个 在数据库领域里边 真正大家花时间花在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跟数据库本身相关的 比如什么 这个这个table啊 什么redistribution scaling 其实占很小一部分 其实 百分之外面大多数的东西都是 生态周边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备份恢复 然后 这个monitoring 各种各样的setup 是吧 它体验是一个闭环 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的东西 很多做技术的 哎 我就专注于性能性能性能啊 但是其实 大家花的时间 或者说这个价值 百分八十在外边 对 所以说到这个社区运营里边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回答你是谁 这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要跟你贡献 是吧 中间那个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产品这边要去解决的 但是呢 社区运营这边的话 就是 你是谁 这是什么 嗯 其实说起来也简单 就是在这个里边 我觉得一个视角是说 你的社区运营怎么去 触发更大的连接 更多的连接 是吧 就是说如果想 像看我说的 这个把整个这个用户的旅程 想象成一个这个漏斗的话 产品好用不好用 就是决定了转化率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要留到底下的池子变得更大的话 其实有一条路就是扩大漏斗的口子 是吧 就如果你的口子如果大 那你这个就算 是吧 这个这个转化率 各层的转化率一般 那也是一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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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好的一个事情 是吧 所以 想想我们其实做做很多事情的目的 比如说我们的用户组 我们的培训体系 等等的 就是 这个这个如果用户 他没有二次传播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 是吧 因为我们到最后 其实都是 这个需要用户 作为这个种子 来去进入第二层的这个传播 所以其实扩大这个口子 比如说这个输出场景 案例步道 然后讲各种talk 然后转化率的话就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转化率 就是这个基础设施上去降低这个 想要给你贡献的人的这个参与的门槛 写各种tutorial 然后包括投入专门的这种人去去勾搭这些 这些contributor 然后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提高场景的应用性 这些都是在提升这个向下的转化率 扩大口子的话 就是这个二次传播 以及这个一些marketing的相关的东西 所以这边有个有个思考题 刚才我其实也提到了一下 就如果很多时候大家去关注我 我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 或者说我可能做了一次分享 可能这个marketing就结束了 但是真正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更高的标准 去要求自己的话 就是他你做一次的分享 写这个文章 有没有其他人在去转发 或者有没有其他人在去进行这个二次传播 这个可能是对于软件来说 更这个社区来说更重要的事情 对 最后一点其实关于品牌 品牌这东西其实真的非常难量化 然后我们想了各种办法 也很难去量化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永远做开源人 保持一个真诚和开放和善良的一个状态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的一言一行 其实是代表着你的产品 你的公司 你的这个社区 以及你是不是真正信仰这件事情 对吧 我觉得这种持之以恒 那就是品牌 对吧 所以在这个分享的最后 我想反正也是以那篇文章 我最后写的一段话来去这个作为一个ending吧 就是为什么社区这么重要 因为我知道社区或者说我这个产品的未来 它其实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 而且如果我 我是不可能说去定义这个产品的未来 比如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他有可能长大了以后变成一个总统 变成一个科学家 变成一个宇航员 无限的可能性 如果我现在试图说我要去定义这个东西 定义这个小朋友未来长成什么样子 那其实是一种傲慢 是吧 我是希望这个产品通过这个社区能够发现 让他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这些可能性里面 maybe可能有万分之一个机会 能诞生出类似像像微信 像snowflake这样的新的一个物种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 非常酷的一个事情 好吧 行谢谢 这是我的这个邮箱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 也欢迎通过邮件来找我 好